肝病三部曲 肝病号称为台湾国病 肝癌更是位居台湾恶性肿瘤死亡的第二位 可说是危害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 在台湾,有不少肝炎病患因为疏于定期检查 肝脏反复发炎而转变成肝硬化 最后演变成肝癌 这样的过程我们称为肝病三部曲 若肝炎病患能在肝脏发炎时期及寻求积极治疗 则能阻止演变为肝硬化,甚至是肝癌 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肝病各阶段的状态 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正常的肝脏 这是人体最大的器官,约1500公克左右 一旦肝脏的组织受损而失去了正常的机能时,就是肝病 第一阶段的肝病是慢性肝炎 虽然慢性肝炎并没有严重的症状,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疾病 当肝脏发炎太严重而超出了它的修复能力时,便会由纤维组织来加以修补 久了之后就会逐渐转变成肝硬化 最后,肝硬化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肝癌 由于大多数肝癌患者是由肝炎,肝硬化演变而来 因此,避免感染肝炎是防治肝癌的重要关键 事实上,并非每个肝病病患都会遭遇这些过程 肝炎并不一定都会变成肝硬化或肝癌 而肝癌也不一定都是经过肝病三部曲所产生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,只要肝炎控制得宜 三部曲不仅可以变奏,更可以画下完美的修纸符 请点按左方选单进行本单元的互动测验